我沒有做這些女人 針紙、縫印、織野 全部我都不懂 女人的東西我就很沒興趣 煮飯就可以 其他女人要幼細的東西 我都很不喜歡 看了安仔的角色 你覺得她的表現如何? 你有沒有給她什麼意見? 我覺得她都很盡力 看到她為了這個演出 都做了很多的準備 練歌、保養聲 保持體態各方面 我覺得都很珍惜 好像她自己這樣說 很珍惜這個機會 因為不是必然 有唱片公司 又願意 觀眾又願意給這個機會 我覺得是 自己撐 自己要很珍惜 自己很珍惜 我想這麼大個人 自己懂的 知道珍惜那個字 不是說出來那麼容易 是你要用行動去支持 支撐回自己這兩個字 就是你自己的演出 就是誠意的演出 和演出的水準 就是很重要 這件事我覺得 我是幫不了的 就是靠她自己 我覺得只要一個人 心裡懂得珍惜的時候 其實很多事情就不需要多說 就是會自動幫她做 會不會珍惜畫面現在 你感覺有多少聲音 哈哈 珍惜? 是啊 因為你第一身感到她 嗯 我想應該這麼說 就算無論是不是她 我想人越大 就是人年紀越大 你會越珍惜所有事情 包括你的健康 包括你有的工作機會 包括你和身邊人的關係 那我覺得這個 未必一定要所謂 要經歷很多事情才明白 一件事 你人越大的時候 你就要珍惜 當你的家人一個個 走就走 離世的離世的時候 你更加會珍惜生命 那所以我覺得 珍惜這個字 是適用於所有人的 就是無論那個人 是不是真的 有一些自身經歷都是 那我自己都 我自己就越來越珍惜健康 以前我就只是珍惜身形 就是覺得要瘦 但現在我覺得健康 是比起什麼身形 是更加重要的 所以 這個就是人的獎大 雖然你都覺得我很瘦 瘦 對 對 你沒有覺得自己肥 對 我不覺得自己肥 對 你也沒有肥過 出道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 其實你 沒有 就是習慣 我想 現在我的瘦 就好像一個人 就是 有些人是肥一點 有些人是瘦一點 那我覺得 看到我瘦都無需驚訝 我都瘦了這麼多年 那我因為我的生活的習慣 我的運動 我的飲食 是養成了一個比較容易瘦的體質 那我覺得這個是 其實都無需驚訝 每一次見到我都 你很瘦 因為我都是比較偏瘦 不過我覺得我將來 我會肥一點 就是 將來 將來 減少運動 可能減少一點運動 對 就是 吃東西 亂張發一點 現在就真的比較有規力一點 現在都不是亂 因為我覺得我的工作 我的雜性 我需要 我要保持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那你飲食一點 需要小心 那將來 我不知道 有一天七十歲退休 八十歲退休 還不用這麼健康嗎 到時 穿20磅 起碼 20磅 起手 20磅 起手 我才得到120磅 還得到120磅 還得到120磅 還未肥 所以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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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經公司談計劃 談到2014 對 因為 明年做演唱會 明年有些電影和其他平台做戲的演出 正在聊 正在聊 還有一做完 香港演唱會就會做 Tourer 那我就跟公司同事出來開會 已經聊到2014年 年尾 年尾一點 是啊 所以 橫跨六年 那不只是演唱會做其他工作 所以 差不多了 這些年紀我人 計劃太遠 兩年都太長了 對我來說 不然就一定要這樣計劃 因為你要拿期 那我就 真的很勞累